好你可以看到今天一大早就這樣的大動作 那麼在上午11點52分 稍早柯文哲是步出了住家大樓 配合連鎮署前往偵訊 在一分鐘之前在12點12分左右 包含了柯文哲以及陳佩琪 兩根都已經抵達了連鎮署 好現在要來持續來追金華城的弊案 兩個人現在已經是抵達了連鎮署 要持續來追稍後有最新的狀況 我們隨時問超報導 可以看到抵達這個現場 大家都想要來聽聽 他們有沒有什麼最新的反應 好那你可以看到呢 這是在今天早上在這個部分 在這個檢調分別是來到了 包含了住家包含了台坡大樓 在台坡的部分呢 在這個結束之後 也帶走了主機跟一箱證物 但是進展的部分 北檢跟連鎮署目前都不予證實 好至於說在整個案件當中的重要關係人 包含了沈慶金包含了應小微 兩個人都是羈押境界 那麼在黃珊珊的部分 是不是也難逃呢 因為整個案件在持續的燒 台北市議員應小微涉嫌 透過中華華夏希望關懷協會等等 收受了威京集團主席 沈慶金4500萬元的賄賂協助官說 那麼也施壓市政府放寬容積率 台北地方法院在昨天 裁定了應小微積壓境界 也成為這個案件 好是首位遭到收押的被告 那麼持續看到了在調查就發現 為了要把這個金華城的土地容積率 提高到840% 所以是透過了應小微 並且向柯市府來陳情來請求放寬 對於在這個數千萬元的金流 兩個人交代不清 所以呢裁定了應小微審進金 那麼在這個審進金的部分 積壓境界可抗告 應小微涉嫌貪污在昨天深夜 也是遭到裁定積壓境界 那你可以看到在這個部分 好這個應小微招架境界 他說他絕對不可能辱罵任何人 不是在議會的問政風格 而且呢他跟都委會的原因不熟 不會為了單一的案件找市長 因為也傳出一些聲音 他是有來做一個施壓這樣的動作 那麼4500萬的巨款 被大家發現這個金流交代不清 那麼他怎麼說呢 這個4500萬存在男友的賬戶嗎 在2020的2月份 金華城威京透過應小微要求 彭江陳情愛送都委會 但是被拒絕了 被拒絕之後呢 再來到了3月 也就是隔了一個月的時間 那麼再透過應小微 直接找上柯文哲 這個案件並由上對下直接來交辦 那麼在搜索時候 簡點也發現 應小微在搜索前因晚上 好他呢就被發現 有意在台中的清泉鋼機場 要搭機到香港 所以提早一步依涉犯重罪 有逃亡之餘緊急的拘提到案 但是他說他不是有意要來躲避 他是要到香港要來怎麼樣呢 要來幫他的媽媽買藥 要到香港替高齡的母親買藥 至於在威京集團審慶金的部分 在這個部分呢 簡直要發現 他出現在逃生梯 所以也被認定是有這個逃亡之餘 因此也將他給刷禁件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 沈慶金透過應小微來誠情 來放寬 那兩個人的關係為何呢 在這個部分 在軍系的背景來綁鏟 因為為什麼這兩個人的父親 包含了應小微 包含了沈慶金 到底什麼時候搭上線的 大家好奇 兩個人的父親都是軍人 黃復興黨部出身 那麼應小微參選議員的時候 還是由黃復興黨部來輔選的 同時在2012年雙子星案 也是力挺威京旗下中華工程 並且呢 在進化成容積率的這個獎勵案 在6年辦了30場的協調會 所以看到這兩個人關係是蠻密切的 那麼至於在柯文哲的部分 好你可以看到 那在柯文哲 現在呢表示說透過密書賴詢問 都會說明反對的理由 那簡連你就研判 應小微不太可能獨吞的這個 這麼大的一個匯款 那麼這個部分 他懷疑說是個白手套 也不排除另外很可能 有柯市府的關於涉攤 現在已經被列為是下一個階段的重點 那麼透過應小微來協調 來牽線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 來時任台北市副市長黃珊珊 在當中有什麼樣的角色呢 好這個簡淑培就說了 簡淑培預言認為說 這個前台北市長柯文哲 還有呢跟議員們多次 討論金華城案的便當會 那便當會黃珊珊都在場 明明就是個不合法的一個案件 為什麼他在場重要關係人 但是都沒有出言來阻擋呢 國民黨的台北市議員 尤書惠說 日前立法院在審理國會改革的時候 黃珊珊靜置在座位翻閱資料 但是翻的不是法案 翻的是金華城的案件 所以在當中有什麼樣的角色在 那你可以看到 應小微以及沈慶晶等人 現在確定遭到家境件 主要原因就是在追查的時候 發現兩個人的這個金流啊 審慶晶前後總共匯了 四千七百四十萬的匯款給應小微 而且呢 應小微明明就知道 被禁管的情況之下 試圖要飛到香港 他說是要幫媽媽 幫這個年長的媽媽來買藥 那外界又質疑了 原本的偵查不公開 怎麼到最後筆錄的細節 卻透過不同的媒體 一再的對外來放鬆 檢調偵辦金華城案 市議員應小微 二十八號移送北檢展開 馬拉松正駿 二十九號晚間九點的積壓亭 十一點半就裁定積壓禁件 送上求車 一人會不會覺得很冤枉 隨即沒多久 威京集團主席沈慶晶 以及應小微的助理吳順明 也都分別在三十號凌晨 一點以及四點 依序裁定積壓禁件 送往看守所 金華城案 檢方懷疑容積率一路從原本的 百分之三百九十二到監運要求的五百六十 最後市府卻拍板獎勵容積到八百四十 根據媒體轉述的部分偵查 筆錄 檢方發現應小微 曾在審刑及早上都委會施壓 郭誠海疲勞轟炸 承辦公務人員 咆哮為什麼你不支持金華城案 而應小微前後 共收到四千五百萬的匯款 這大幣金額疑似是透過助理吳順明 領出現金後 再轉存入應小微男友的賬戶 而應小微會被羈押的主因也曝光 搜索前二十七號 應小微出現在桃園國際機場 準備飛香港 甚至當場被通知進館之後 他直接轉去台中清泉岡機場 攜帶台胞證 準備出境 讓連任署認定他有逃亡之餘 馬上拘提 應小微告訴檢方 他是要幫媽媽買藥 順便散散心 但原本的偵查不公開 當事人筆錄細節 卻透過不同媒體一再放鬆 有人質疑是刻意引導輿論風向 跟有人納悶 為何以前都不辦 甚至半藍半綠 力道大不同 可能跟上面說 這個檢察官不需要限制自己 也許有關 檢察官覺得我可以大張旗鼓 也有可能有關 就是說我們看很多案子 看得出來 好像檢察官雖然辦了綠的 但是辦到一個階段以後 好像也有顧慮 好像又不敢放手 或是就把它侷限在一個 比較小的範圍裡面 精華塵案 疑雲重重 檢方鋪天蓋地的大動作 欣欣之火恐怕一再震壇了原 接著張旗鼓 《Jane台報》報導 好 您看到 柯文哲在近十二點鐘 遭檢聯從住家帶出 那麼民眾黨發言人吳一軒 再次重申 柯文哲主席非常的感慨 這是有史以來 有一黨的主席 還有黨部被搜索 檢聯什麼證據 憑什麼應該都要拿出證據 我想這個代理主席這件事情 恐怕不是事實 因為今天本黨被檢聯 進行不管是黨部 台坡辦公室 還有柯文哲主席的住家 被搜索 所以本黨中央委員會 要因應這個搜索行動 召開緊急的應變小組 來討論 召開中央委員會 緊急中央委員會 來討論是否成立應變小組 要來應應現在的狀況 那我們還是要藏掉一件事情 就是剛剛柯文哲主席在走出家門的時候 也非常感慨的跟社會大眾說 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有最大在野黨的主席 黨部住家被搜索 那我們也希望 在我們配合檢聯偵辦的過程中 要清楚的告知到底是憑什麼要來搜索 到底有沒有什麼樣的證據要來進行搜索 而不是用這種大動作 甚至配合特定媒體亂放風向 抹黑台灣民眾黨 抹黑柯文哲的舉動 像今天早上已經出現了自由時報 針對柯文哲主席到底在不在家 做出了不實的指控跟假新聞的報導 從來沒有跟台灣民眾黨來求證 他說柯文哲主席不在家 這件事情只需烏有 就是假新聞 然而我們又看到同一時間 特定的名嘴周玉寇在他的臉書 用錯誤的憑空幻想的造謠式語言 在誤導社會大眾 甚至還有特定的媒體 配合這種不實的指控在進行報導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這次的搜索行動搭配著媒體的操作 對於本黨是極大的壓力跟極大的迫害 那我們認為還是希望 剪掉 剪連 要把證據拿出來 為什麼要來進行搜索 為什麼要帶走柯文哲主席去說明 都要有憑有據 那麼我們還是會配合司法的偵辦 司法的調查 但是呢 我們還是呼籲 不管是檢調 不管是聯證署 在既有的這個法律正當程序下來進行 不要超過了這些法律行動 甚至呢 希望他們秉持偵查不公開 而不是配合特定媒體 來洩漏訊息影響偵辦 我們還是要呼籲特定的媒體報導 應該要秉持第四權的公正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你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您 呵護全家人 專屬您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4公頂 4公頂 165天天 759天天 1、4公頂 5公頂 換擬 4公頂 都不算 5公頂 4公頂 5公頂 2公頂 4公頂 5公頂 4公頂